南方澳的南新社區牌樓高度 消防車無法進入影響到救災安全 但地方擔憂一旦拆除會損及風水 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各方決定來寢視南天宮的媽祖 直角決定牌樓去留 而最後媽祖指示拆掉牌樓不再重建 蘇寶政長陳金寧也盛讚媽祖的意見 很跟得上時代 南新禮辦公室日前向政公司反映 希望針對南新社區牌樓 因為太低了 需要增高 以利 要不然消防車如果救火需要的時候 救火車也不能進去 還有 蘇寶政沃索的穿這隊的穿高車也沒大錢味 媽媽說車不要說 都沒大錢味 所以不管是清潔、救火都有困難 所以今天再去 我本人 帶我建設課、民政課 還有地方的議員、府議長、民議代表 李政委、黨責都在那裡回家 到底要不要拆 拆了要不要重建 大家都沒人敢肯定 因為這個效果沒人敢肯定 怎麼說 你如果大家都扁扁順順順 不就都沒了事情 萬一如果說 那個科技出品頭部 萬一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幫你拆拖 或是客戶 我們送給大家拆這節日 所以大家要研究結局 就是來清洗媽祖 本來也是說 必要是應該要行見 也是請南天宮 來出一些 盜出一些錢 當初是這樣可能也要去拔拔 除了清洗以外 讓媽祖來做註以外 當然也是南天宮 看得到出一些錢 結果 拔拔後清洗拔拔後 比較拔也沒有拔 不是秋拔就淫拔而已 這也不可以不行 那媽祖就開始說 疲勞 但是不必要不得 現在去淨陽 溝通 一間一間 一間不是都溝通好了 再來先提醒生意 生意 生意 聽到一間 不中間 如果是你用台灣背來 一步 實際上 如果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這個白樓 現在也不合時宜 我覺得媽祖 他的觀念也比你有對著時代 就也知道 現在現場白樓 跟像我們說 現在你那個 為人的同向 一樣 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時間 我現在媽祖的觀念也比你新 就像說 這鐵條 大家的出自 車輛 高的車輛 包括救護車 穿這車出自 比較方便 對不對 改建 再來重新興建 實在沒有這個必要性 我們也尊重性的意思 來這麼處理